恒大这边是4123,也可能会是4141 您现在收看的是PPTV为您带来的广州恒大淘宝与广州复利的较量 而复利方面换了6个人 塔利斯卡拿球 外围出师冷剑,稍微偏离点,擦着边往 这个球是源自于复利在中场向前输送的时候被恒大断掉 而今天范姆隆克霍斯特比较极致,就直接推到541 外围一角冷射,打得非常的突然,稍微高了一点 杨鲤鱼推端,这是防守队员碰到了 主打扮顾忠涵也示意,是绞球 其中扎哈维打进了球队的最后一个进球 哦,一角打门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他投诉有守球,看看裁判的反应 这个球啊,只有一个人在禁区里边居然能形成威胁 对,还是赵林鹏 杨鲤鱼,哦,哦,保林尿 一角打门打得太正了,涵加奇 将球拖出 这是来自节奏的变化 何超的这一推 球速非常快 上一场比赛 打绿地生花 恒大实际上 把生花的 左半扇都给打 塌陷了 脚跟的一个射门动作很隐蔽 球速也够快 就是稍微偏了一些 拉开了 今天李提香断球次数可不少 远射 对这李提香啊 有点像当初这个 唱心太软的那任贤奇 酝酿啊 酝酿 酝酿 这球要分给咱们 这是反击的机会 这趟回来就得抽筋 哎 萨巴 闷头在追啊 标志珠靠近了 一对一 福利有没有队友跟进呢 我做球 漂亮 六十二分钟 福利的第三次上门 黄正宇 职业生涯第一个连赛进球 这左脚 这弧线球 这真是那平地气惊雷 这一做这一打呀 穿球的节奏 漂亮 塔利斯卡的远射 这次射门真是靠谱 韩佳琪注意力相当集中 伸手脚健力 这确实能力非常强 这就是能力 而且他这还有弧线 右脚45度 投球 哇 韩佳琪 你说早这么急 哇神扑啊 你仔细琢磨琢磨 哎呀 韩佳琪 露了个蟹巢啊 江金红面对艾克森 打门 这个 七十四分钟 塔利斯卡博文 扳平了比分 这门向这大脚 对对吧 对 没有大脚 天上掉馅饼 这一个大脚踢出个螺丝转来 对 这这这这就是怎么说呢 这是 是吧 兜了一个大弧线 后点 又来了 再打 有 有没有又位 越位 助理台判已经举起 越位了 对 这个费南多呢 是脚踩底线 接到的皮球 起 倒到右脚 起 后点 蹭 有没有越位 费南多又越位 好 小丑猛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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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他的自己的 今天第二助理台办 是张成 又有花人调整 他宁可打一个点 他也 要突破 走底线 起 投球 许新助攻 这次谭佳琪啊 两个丢球都有直接责任 哎呀 这次 他是扑球同志 保了尿 绝啥球 拖衣庆祝 黄牌不在乎 太过瘾了 嗯 潘佳琪啊 今天晚上估计睡不着觉了 但是 文将的这个致命的失误 是这样 致命的两个失误 是份了 凡木刏 大部分 衣服 SPU 老子